2006部大剧上映,他的剧没上映就被网友气聚,呼声最高是他。 第一部,香蜜沉沉浸如霜。 香蜜沉沉浸如霜是一部古装神话剧,由朱瑞斌指导,主要讲述了紧密,杨子。是,于旭凤,邓伦。是,几世轮回的恩怨痴缠,守望几千年的绝世之恋。 为了演好剧中的角色,杨子减肥瘦身到九十斤,看到剧照后更觉得唯美,仙气十足。 第二部,锦衣之下。 锦衣之下是一部古装爱情悬疑剧,由尹涛指导,任嘉伦,谭松运领贤主演。 该剧根据《蓝色诗》的同名小说改编,讲述了奸臣当道的明朝家境末年,锦衣为陆毅奉命调查扬州修和款失踪案。 得到六扇门女捕快原金下协助,二人就此结为甜蜜冤家,却意外卷入重重阴谋的故事。 这部剧已经杀青了,但是还没有播出,不少观众看到了谭松运的造型后也是纷纷表示要气聚啊。 因为谭松运的古装确实不是很好看的。 因为古装美人还是需要鼓励那扎那个样子的,谭松运的细路和颜值都不太适合。 不少网友还表示要气聚了,就因为谭松运的造型,不过,小编觉得这个造型还可以啊,你们觉得这个造型很差吗? 第三部,天机之白蛇传戏。 天机之白蛇传说是一部古装神话剧,由杨子、任嘉伦、毛子俊、李曼领衔主演。 《天机之白蛇传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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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扶摇》是根据天下归原小说《扶摇皇后》改编。 《扶摇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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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肥红兽。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是由赵丽颖、冯绍峰、朱一龙、诗诗、张嘉宁、曹翠芬等主演的古代社会家庭题材电视剧。 有赵丽颖的剧就是收视暴障啊! 赵丽颖出演的明蓝白衣圣雪,气质清新淡雅,真是美若天仙啊!粉丝们惊呆了!很多网友看过剧照之后,都是在表示这样的赵丽颖巧妖然,很有古典韵味。 冯绍峰蓝观树发,一身蓝色长袍,腰间细带点缀,翩翩公子气质温润如玉,置身颇具质感的场景之中,俨然就是古二叔本人。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改编自观心择乱同名小说,讲述北宋观幻家庭少女明蓝的成长、爱情、婚姻故事,江嘉宅的形容,古代礼教制度下的女性奋斗的传奇故事。 这六部剧,我相信大家都期待已久,网友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,每一部都有期待,最期待的是赵丽颖。 字幕提供 订阅给你 мо尽,这里也许可乐,告诉你 赵丽领 悟不吝音 囧 工作人员 不吝音 不吝音 感谢观看